作曲 李宗盛 没有希望 气压变裂 味道晚点 我去暖意沾流 从前是你我算上 有一对糊涂浪漫 这晚却变得妄想 想一开始天性鲜亮 一转身改装得险我 如你曾为爱守候 后来慢慢地慢慢地破落 一开始总不可开朗 结尾却变得很脆丧 谁也能耐罪一起 追求一点一点感觉 感觉 爱到要死过 在今年10月17号凌晨1点15分左右 即是案中的死者Vanisa S遇害的时间 请问你在哪儿? 我记得12点9左右,我走了 我感觉很累 在街上走,觉得很累 然后坐下休息一会 然后又睡着了 那有没有人见到你离开工业大厦? 不肯定 因为我醉了,走的时候也没有人说 这是负责人,为什么这么早离开? 因为有人失弱 我没有感觉,喝了酒,然后就走了 那你在街上闭着了多久? 不清楚,大概三、四点醒吧? 那之后呢? 然后就乘回家 睡到今早离开中为止 那你记得的士是几号车牌? 又或者司机叫什么名字? 不记得 那就是在事发1点15分左右 你一个人在街上睡着了,对吗? 是 你想想有没有人 可以证明你一个人睡着了? 我睡着了又怎会见到人 见到我睡觉呢? 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你 当时不在大厦里面 大厦里面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只怀疑我一个? 不是我怀疑你 是有证人见到你 在WelizaS死之前跟他争执过 还有,很激烈地亲眼 没有,我不是跟你说过 是他纏着我,不关我的事 跟安情没关系,你可以不需要说 什么没关系? 那是他嘴我,我推开他就是这么简单 你推开的地方 是工业大厦五樓的类似 就是死者死亡的地方,对吗? 是 还有,我们发现昨晚你穿着那件衣服 染有毒品K制的粉末 那些毒品是不是你的? 不是,你知道我不吸毒吗? 初步我已经问完了 目前所有证据都好似乎你和WelizaS的死 是有关,所以我们要拘留你 还有,我给你心理准备你 如果验尸报告一出 证实WelizaS死之前跟你在亲密接触 你会被警方控告一条罪 就是非礼或者性侵犯 你不是说要月山吗? 她平时失贼蟑螂都害怕的 她怎么会杀人呢?是不是搞错了? 小姐,我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就行了 我记得 昨晚就整晚和月山在一起了 是吗? 但是刚才我问她,她说整晚都跟你在一起 又看不到要月山几点离开 小姐,你知不知道给假好工 是妨害司法公正,是犯法的吗? 什么?那… 昨晚的场上有这么多人 我喝大了,记错不行吗? 不是,她记错不行吗? 是呀… 你是不是耍花了? 我的骨头很痛,发了一声 我很想吐,她的车 干什么? 来…你站住,小心 麻烦,我是历子高集团的代表 这位是姚月山的代表律师 我们是来保释姚月山的 姜,我来吧,脱身 不客气 长官,她说你保释姚月山的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有足够证据 证明姚月山和那宗涉嫌谋杀案有关 所以暂时不可以保释 那我们可否要求跟姚月山先生谈几句 可以 老爷,我去隔壁房 姜,兄弟 谢谢 小姜,你刚才这样看着 你不是华月山是不是? 我们做事是说证据的 但是她是你的儿子 长官,王Sir叫你记得见他 好 进来 王Sir 坐 长话短说 Renisa S这案件 我不想你再碰 我不是不信你 我现在要面对传媒的压力 现在死者是一个小明星 记者为了做新闻 无缝隙的事都掛一餐 而且他们知道姚月山是你男朋友 他之前也为了你打了狗仔队一餐 上了八卦雜誌 我现在不单是港民版记者找我 连娱乐版的狗仔队也打电我 就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 我更清楚他为人 会更容易入手砌一宗案件 小吉,现在不是一宗案件的问题 是关乎整个警队的声誉 我们做人要有政治智慧 否則記者會把好小事放到無限大 你明白嗎? 明白,那好吧 我把手上的資料整理好 然後交給其他同事 好,記住,不要再給我麻煩了 是,Sir 進來 別走 還沒走嗎? 我等你了 怎麼樣?把耳朵交給我做了嗎? 把耳朵交給你了 放心,你對我們的工作能力有信心 你男朋友沒事的,他也沒做過 我是他女朋友,不能坐在這裡等 你不是想先去查嗎? 行,放心,我是你乾爺,我撐到你底 謝謝 真是的 對了,我還有一件事跟你說 剛剛你收到舊伙記的電話 他說你媽媽的案件又拆了資料出來 叫你過去看額 真是謝謝你 真是不好意思這次 又弄到你和你的朋友幫我踩街 別跟我說完那些壞事了 你是我契女兒嘛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葉婆,我胃口嗎? 來,喝一杯湯,好嗎? 月仔怎麼會惹起這種事呢? 葉婆,你放心吧 阿月是無辜的,一定會沒事的 是呀,葉婆,現在的大狀很厲害 是專門幫那些壞人打官司的 明明是有罪也是大得掉的 我們哪有這麼多錢請那些大狀 放心吧,葉婆 就算我睡覺也會幫小妖哥 睡覺?你已經上岸了 對呀,還這樣為月仔?我怎麼過意得去 那我憤心幫小妖哥借錢而已 是呀,放心吧,我也有一點 如果他真的有事,我一定支持他 不過最好還是小吉理一下 小吉呢?你沒有打電話嗎? 我打電話了,不過他還沒回覆 為什麼小吉好像不關心月仔? 不是,我想他現在應該是找證據 去證明他是清白的 是呀… 是呀,爸爸說這件事小吉 也沒有份追蹤了 阿欣,那你爸爸 有沒有判案查得怎麼樣? 爸爸只是說阿月沒時間證人 你呀,最喜歡你的嘴巴 說見不到小妖哥 那我不可以跟警察說謊的 最糟糕就是,現在那個康間 只剩下VanessaS和小妖哥推撞過 我估計應該在推葬的過程當中 阿月她遮掩到VanessaS身上的契粉 然後警方就懷疑她和VanessaS的死有關 然後再用涉嫌販毒來拘留她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但是很多案查了很多年之後 都查不到什麼真相了 因為他們沒有用心查而已 你們不要碰我,你起碼跟老闆 我去看你,我去看我寫的 怎麼看我呢? 我剛才圍繞這棟大廈,有幾次 這邊就是這盤紙牌的平面圖 最重要的電線電視機分別分佈在這幾處 最關鍵的就是這個,大廈入口這個 因為他應該會拍到阿穴 當晚夠幾點出入這座大廈 變相可以做到阿穴的時間證人 我一醉已經查到了 那個匡奸說沒放到餅帶下去 所以什麼都拍不到 有什麼巧合?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巧合 但我想不到那個匡奸為什麼要撒謊 我想見那個匡奸,走吧 帶你去 那是阿穴的時間那麼貪心呢? 我想他沒想過自己死的時候 然後我會在廁所上查 我們可以為他做到的事 就是盡快破案 阿瀟哥 阿瀟,你們又來幹什麼? 因為你是這宗案件的重要證人 我來多問你幾句 上次不是說了給你們聽嗎? 你說了給我們其他夥計聽 但你還沒跟我說 大跟叔,你記不記得 有沒有什麼東西你記錄了? 沒有,你們很煩,走… 你這麼大反應幹什麼? 什麼大反應?沒有 所以你在這裡做了很久嗎? 半年有多了 平時長老巡的蜜蜜蜜蜜嗎? 以前沒什麼客戶就少巡少一點 但是那晚這裡有表演 所以我一定要出來巡的 那就是說你看到VanessaS 和那個男人之間的糾纏? 當然了 那個男人很喉琴 現在一手抱著那個女人 不斷…不斷擠進去 那個女人當然不喜歡 拼命地推開他 之後那個女人發生氣罵他 那個男人發生氣罵他 他就不斷就升進去 當時我看到他的臉上 馬上看到有一條血痕 之後變成S 就把男人趴在廁所裡 那個男人也跟進去 那之後呢? 隔了一個小時後 我回來再查 就看到他死了 這次是VanessaS的粉絲 幹什麼? 原來你也是VanessaS的粉絲 不是… 不是,為什麼身為本事的掙扎? 阿Sir,你真的很麻煩 我都合作了,給你一筆工 還問問這些…這麼鮮的東西 對不起,我們不是警察 我也是VanessaS的粉絲 謝謝你,兩次 什麼? 瘋了嗎?傻瓜,你傻瓜,走 拿去… 知道了,以我認識的人 原諒他一定不會這麼做 我在想,為什麼我腔奸要說債話呢? 他可能是因為收了 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去維繪那些人 沒有人看到而已 可能有人聽到的,我們找找 靖哥 給他們看,Martin 文先生 來,坐… 我朋友說這個就是清朝的乾隆花瓶 這幅就是不知道哪個大師畫的名畫 加上一千萬 我不是很有研究的 別想說,遲些我會教你玩一個遊戲 到時候你們畫多少就值多少 那兒要不是 Lyndon 對不起,我有點事要處理好 看看,很快 你怎麼樣?繼續幫我吧 元哥,教你放過我 我真是不想走下去 元哥… 是呀,關於我們合作答應的計劃 最重要是怎樣?我很心急 正在研究 別浪費大家時間了 協議書我都準備好了 拿回家簽名就可以了 還有,本書要跟從這裡來做 林先生,我不太明白 林先生,你真懂得開玩笑 跟我合作一定有你們好處 只要你們兩個 願意幫我玩這個數字遊戲 到時候我的吵架就可以見光 你們也可以賺吵架 總之,多勞就多得 你要我們幫你洗錢 別擔心,上次你們拍戲 也跟我玩這些數字遊戲 你們不是想我拿回上次的證據 來告你們吧? 其實我真的很有誠意 和你們一起賺吵架 你們是聰明人 千萬不要學一些人 這麼笨 等你到好消息 原來那個林鏡是這種人 難怪之前問他派去拿錢這麼順利 他就是想抓住我們 派去做假數的痛腳來要脅我們 但是如果依照林鏡的要求 透過公司搞答應計劃幫他洗黑錢 如果我們有什麼事被揭發了 我們要承受他的法律債不會更大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不幫他 再命再暗,他也不會放過我們 我們知道他太多秘密 如果不跟他坐上一條船 他真的會殺人滅口 馬田,謝謝你一直以來幫我 一件事弄成這樣,我不想再累你 以後所有文件都由我簽 如果將來真的發生什麼事 你就當什麼都不知道 總比我們兩個一起揹 不要簽,我說過有什麼事 我都會跟你一起揹 原本搞活化工業大廈 就是想搞好歷史高的形象 但現在被人說我們公司的高層 被毒品的小毛索搞出人命 警方暫時還沒落案起訴的小妖 所以到這一分鐘為止 小妖可能是無辜的 現在這件事怎麼收拾? 炒了小妖 不要,起碼公關部都可以向外界交代 我們向那個始作俑者割席 華先生,問責也要搞清楚其事 炒華哥,不是到這個時候 你用幫助的事吧? 早就我們不反對你推小妖 就不會發生這麼多事 其實我之前也有聽工作人員說 她有索契的習慣 不過最近我太忙,所以沒時間處理 她是我們公司的模特兒 應該由我負責的,對不起各位 不如在未證實小妖有事之前 只是停職職,先別解僱她 好,至少活化工這個項目要暫停 好,先暫停,之後再研究過 我們就搞好這次的職業 好 好了,集會 聰堂就去職業 黃太太,想提提你 稍後有個飯局,我們要一起去 公司發生這麼多事 我不想應酬,你當我去 好的 我今晚也不想出去應酬 我和你出去吃飯 那我去煮 好 謝謝你,老婆 今天在開會那裡,你這麼賺小妖 好小事而已,這菜是否合適 好吃 沒什麼時間準備就可以煮這麼簡單 有時候和自親的人一起吃飯 一頓簡單單的菜都很滿足 雖然以前我有病,但老婆你每天都準備餐單 還有每天都煮湯給我喝 那時候真的很開心 怎麼無端都說回以前的事 不知道為什麼,我病康復好之後 我們之間好像發生了很多摩擦 本來打算我們互相支持 熬過了我病之後 我們一定會很開心 但我發覺最近是我們相處這麼多年以來 最多問題的時候 我原本都以為你換了心之後 我們會越來越開心 怎麼想到無端端會有個無關同樣的女人出現 你別吵架這種吵 我和小吉只不過在義工那裡見過幾次面 我對她根本沒事 如果沒事的話,你以後不要見她 好,我答應你 以後我在街頭見到她就在街尾走 那可以了 這次也信你 總之以後我們夫妻倆共同努力 不可以讓任何東西破壞我們之間的感情 行了,菜式涼了,快吃東西 方婷,你要的東西幫你辦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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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這叫做沒事 你們幹什麼?在這裡嗎? 根叔, 你好 又是這些無謂的人? 什麼無謂的人?我們是警察 你們救什麼?又說是又說不是 上次只會跟人聊聊天 這次來拿證據 什麼? 什麼? 上次你口供說當晚1點15分 案發的時候你在保安室, 是不是? 是 你說謊 我們有證人, 他當晚在這裡做通宵 聽到很吵的聲音, 打算打電話來投訴 誰知道一直沒有人接電話 於是他走下來 看到你神聲很慌張地衝出去, 是不是?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別冤枉我 來… 我看見他在廁所暈倒了 而是不省人士就乘居非禮他 當時Vanissa S還有知覺, 所以他反抗 誰知道那康奸太害怕, 一巴掛下去 誰知道掛傷了他的臉 那康奸又怕麻煩 有怕我們發現那臉損了 是因為他有戒指而弄傷的 所以藏了戒指 那康奸還說謊 說忘記了把餅帶放在閉路電視上 想把所有責任都推在月身上 而嚴史報告也證明 Vanissa S是急食過量毒品而死的 那你男朋友才可以沉緣得雪 九爺, 你要記住 這宗案子是你和其他手續查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放心, 他們已經在做事了 小金… 你終於查到這件事不關月身事 謝謝你 這宗案子不是我跟的 我交給其他同事 我要提醒你 雖然和Vanissa S的死是無關 但你可否忘記 我們驗到當天你穿著那件衣服上 染了毒品的痕跡是粉末 我們有理由相信 那些毒品是你提供給死者 你現在什麼語氣? 這些是我們警方的責任 我真的這麼不可信嗎? Madam Yen, 過來我房間 是, Sir 有什麼事就回家再說吧 你也幫我做這麼多事 她說我女朋友做了什麼? 但是Madam… 九爺, 你不是有工作嗎? 是呀, 我…我先做事 弄清楚手續規就先走了 老闆, 我不是叫你放手 不要再理你的案子了嗎? 王Sir, 我剛好經過那裡 剛好被我見到一個匡奸 剛好又可以問到他說 剛好他有腦出馬而已 剛好人家團隊就跟我投訴你 說你踩一個戒 王Sir, 如果有什麼誤會的話 我可以向他們道歉 算了, 始終公理人家已經領著了 不過我告訴你 這次你幸運可以跟到破案關鍵 要不然就獲舍給我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你明白嗎? 明白 我警告你, 下不為例 是, Sir 怎麼樣? 要不需要我去投訴院? 不用了 真可憐, 做了這麼多事都沒人知道 對人好, 不用讓人知道 你也是的 那些事都收起來又不跟他說 說給他有什麼用 也幫不了一件事 還有, 我也不想麻煩他 好了…免得跟你說 一定爭吵你不贏 你媽媽的案子有些新的 當時沒有DNA這件事 就算找到病毒也沒用 以前沒用而已, 現在有用嗎? 只要找到方治的DNA 對比一下這些精益的DNA 不知道他是不是兇手 對不起, 各位 這次是我沒好好照顧Venicis 才發生這次的意外 還搞得活化公下的項目 要被迫各自 我應該負上全負責任 我會自用辭職 這次是意外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找任何人出來踩棋 Poward哥 以前你想法分明 才有力至高今天這麼出色的團隊 對, 現在你這麼疑心軟, 以後怎麼服做 這次是小妖做得不夠好 我提議出一封警告信給他 下次如果他再犯的話, 才解僱他 你以後做事要小心點 謝謝方先生… 活化公下的計劃暫時擱置了 你先跟著好意辦的事, 知道 不好意思, 方先生 好意辦那邊已經多請了幾個人手 人手方面現在很充足 那我下去跟Night Shadow吧 要你回Night Shadow真是大材小用 反正我也不夠人用, 借小妖給我 真的這麼忙嗎? 我還有一部電影要賣美 另一部又開了 還要拍整個項目, 有很多事情要跟 但是小妖對這一行沒什麼經驗 我沒有經驗, 只是邊客邊做而已 我看小妖有這麼多想法 就打算找他來幫我輕輕你 你好, Martin, 你已經有很多事情在身 聽方太太說 把你手上的項目分出來 給其他同事跟進 知道, 方先生 不用解僱, 又有新意學 你, 努力吧 知道, 方先生 老婆, 你會不會覺得瘋狂了一點 寶寶還沒出生就已經買了這麼多東西 那現在覺得適合你先買了 免得, 遲些失去款式後悔 還有, 我們的寶寶哪會玩這些東西 這個買給你和我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學怎麼抱寶寶, 不行嗎 傻瓜, 你上車坐吧 好 好 這是什麼? 沒有, 頭痛藥包裝紙 我那天有點頭痛 那我就自己買頭痛藥吃 你頭痛了, 會不會看醫生? 沒事了, 現在公司的東西搞定 不就不頭痛了? 你呀, 平時工作不要那麼拼命 是嗎? 上車 老公, 先出籃吧 我先出去回我的電郵 順便提提你 明天幫我拿西中的乾洗 好 謝謝老婆 一大桌頭 怎麼會這樣呢? 阿武, 頭痛藥包裝紙 我那天有點頭痛 那我就自己買頭痛藥吃 老爸 弄好了 怎麼了?你不舒服嗎? 沒事 我想看看還有衣服洗而已 好吧, 那我洗澡 怎麼拿芳姐的DNA 又不會打草驚蛇呢? 你笑的 嚇死人了 我今天心情靚, 請吃湯 吃, 吃… 不吃了 怎麼了?小魚丹我也搞定了 你煩什麼? 你別妨礙我工作了 長命高高, 長命做嘛 你想想怎麼回覆你們兒子更好 我懶得理你 我關心你們而已 純車卷焗, 你們倆弄得那麼旺 是嗎? 就是你這種態度, 一點也不賞心 如果你行叫小魚丹的話 我隨時準備好 到時你別後悔 你只會想追求兒子而已 沒錯, 我是在想 怎麼可以不用做都可以發財 對, 想想吧 我買糖水 小魚丹? 我去買糖水 買一碗百年好合紅豆 浪費過你們享受 找我有事嗎? 在警署出來之後 我一直在等你電話 一直等… 你真的不打給我的 我知道你沒事, 我就不打給你 最近我比較忙 有什麼重要過 那個男朋友差點被誤會殺人嗎? 有很多事不方便跟你說 希望你明白 我又不覺得是關於工作的事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沒有 還是因為是Vanice S這件事 你覺得我個人很適合 對我沒有信心? 我今晚不想說這些事 不如你先回去吧 我明天打電話給你 你幹什麼? 男女朋友的再見戀愛很正常 而已嘛 我們之間究竟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你當我有問題吧 那就是轉吃白果腐竹蛋, 是嗎? 吃鹽烏腊腸 方先生 這麼巧? 是呀, 平時我都在跑步 喝水嗎?沒喝過的 不用了, 我也有 你慢慢繼續吧 方先生 上次這件事不好意思, 抱歉 別傻了, 我都忘了 我希望你不要跟阿瑜說 放心, 其實我真是衷心希望 你和小妖可以好好發展 為什麼你對阿瑜特別好? 我也不明白 可能是我用了他哥哥的心 有點不好意思吧 為什麼阿天會把阿日的心換給你 真是巧合吧 或者是阿天想我做個好人吧 我不跟你說了, 我要繼續跑 先走了 謝謝 小妖, 你看這件也不錯, 試試試看 小妖 什麼事? 你沒事吧? 沒事 小妖, 你沒事吧? 看見你這樣, 我很擔心 不是胎兒有什麼事嗎? 不是 是我懷疑俊平是外面的外語 有外語? 我是他車上 發現用了的包裝紙 是否他借過一輛車給人駕駛 你知道那些年輕人了, 什麼都敢死 但我之後試探過他 他好像故意想隱瞞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想問清楚他 是, 我是你, 我就當不知道了 小妃, 現在做女人真的要聰明一點 你想想外面有多少人 你要男人結婚後不出去偷吃 根本不可能 倒不如你面對現實 只要男人出去玩又認識你家 又不會讓你面子 那你就眼開眼睛 就是了, 你要記住 現在說的不是兩個人的幸福 是三個人 為了這個家, 你真的別想太多了 開開心心等著做媽媽吧 你真的不安心的 我找一個機會去討問Martin的資料 順道提醒他, 好嗎? 小妖, 你先來幫我跟拍戲的事 接著再幫我跟拍攝的項目 沒問題 不過方太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會找我過來幫忙? 你這樣問是因為覺得 我一直不喜歡你, 是不是? 方太說話也挺直接的 對著你說話就不用轉彎就說了 沒錯, 我之前的確不喜歡你 我覺得你只會拆鞋 托我老公戴腳鞋上位 不過慢慢我看見你也做到一些事出來 所以不就對你改觀 謝謝方太 之前我和我老公在意見上有點分歧 我想改善一下關係 不知道你能否幫到我 盡力 在工作上我都希望你有好的表現 我不想Martin權力過大 方太不是很相信Martin嗎? 我是相信他 但是誰做老闆的沒有兩手準備 你好好跟Martin學習, 出去 好, 出去 我先去看看 怎麼樣? 我和那個傻子說了故事 我安排之後的事 推他去搞影城這個項目 之後他簽名, 跟著我們收錢 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一定笑不出 關於小飛的 方先生 怎麼這麼晚? 拜你所賜 我一定要, 我現在夾著方太和Martin的中間 開始挺辛苦, 謝謝… 好 還好 你怎麼這麼晚, 方先生 我還是回來跟著你 我跟著你之後你派我去哪裡行 你派我去 不夜蝕地盤, 看工程也行 我要你繼續幫我跟著他們倆 他們倆真的很悶、很嚴肅 沒你這麼好玩 現在不是玩了 我要你幫我查他們倆 究竟你用Wonder Eyes在搞什麼? 坦白說, 最近又不覺得他們有什麼狡猾 不過我覺得方太太沒我們想像中 這麼相信Martin 我老婆的嘴巴很擅長 你記住, 不要用耳朵眼 這個感覺好像是想我做無間道似的 那就是免一份工作, 底也一份工作 那我的薪金是不是雙份? 加你一碗鮑魚麵 這麼少?我很大吃的 包你一輩子 那豈不是跟你一輩子? 有你好處 對了, 你派我報告出來了 方哲力的DNA 跟證物上留下的DNA不吻合 不過我更精精證明 方哲力不是當日的嫖客 他不是嫖客而已 不代表他寫一條殺人的嫌疑 當日我親友看到方哲力 在道大廈走出來的 現在除了方哲力 還發現多一個人在空岸現場出現 換句話說 要百分之百控告方哲力的兇手 是更加困難的 我不管, 幾多人我都要查下去 好, 那你想想 但是有什麼線索是下了的? 我想了很多次 我真的想了很多次 我真的想不到 我怎麼想我也想不到 你嘗試從頭開始想 我真的想不到… 好了…你暫時別想, 你休息一下 好, 我先出發 小吉… 小吉 有反應… 我多精靜了, 不用了 小吉… 小吉, 你好, 真是傻眼 你…你亂說嗎? 你坐一會兒等他們聊聊, 先出去 好… 好… 你怎麼樣? 好, 先坐下 沒事吧?弄傷了哪裡? 擔心死我, 平時踩單車很小心 這次會撞車嗎? 對不起 其實應該我說對不起 是否因為和吵架 所以弄得分心撞車? 不是 不要緊, 總之沒事 我今晚去醫院陪你 你可否不要對我這麼好? 為甚麼? 我這幾天發生了很多事 我又沒時間陪你 但你萬一對我好,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袁小吉, 你真是怪人 我只想說見我們都拍拖了 我不介意我先付出 你不要逼我 我已經很辛苦、很累, 很煩 我只看見你這樣, 什麼都做不到 我就做心湯 讓我們靜一靜 我想說什麼? 你可否尊重一下我? 我暫時不見了 那不妨礙你休息了 Kyzen怎麼樣? 怎麼會這樣? 九二人, 麻煩你幫我照顧小吉 我看看她怎麼樣 好, 麻煩你 小吉, 為什麼你不跟月珊說 是為了查媽媽的案件 所以這麼煩? 九二人 我不向月珊知道我在查方智力 你怕她爆給方智力聽嗎? 我知道了, 你怕月珊不會理會她 是為了查受方智力 所以你們現在要冷靜分開一下 傻丫頭 你為了查案件, 你起床太多了 夠了…還喝到定 很棒 我真的想到頭髮了 我不知道我做錯什麼 小吉這樣對我 你女人, 你說, 回來 沒有, 你沒做錯事 那你就當我小吉M到胡說話 煩沒事吧 你知不知道 我從來沒試過這麼緊張一個人 看來你對小吉是你真的 我認識的, 當我是老闆 那就是這樣 你越得不到的, 就隨便想要 就捱身探去吧 來 你的肩膀, 你捱一下 來吧, 寶貝, 來 小吉, 認識完妃去VanessaIS 那個漢家紅樹筋 鑑證科已經驗出藥指紋 跟當年在望延場 留下的另一組指紋很吻合 你相信心眼還是雙眼? 因為太相信直覺 就會將直覺變成錯覺 人就會很難看清真相 我這樣討厭 太遠未越此 能夠你好好地相處 哪會將我們 將炒價當換衣 沒法奮手一杯子 最掛念的你 悲劇而停止 無用再想生命一次 你我沒有幸 一起說聲原意 但這位 跟你 可以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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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